墨尔本Self Bank临时PTE考场继续关闭 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这个新的考场了 然后因为最近有同学说 他是报了这个考场的考试 但是呢 没有收到取消的信息 所以我们来打探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听到里面有人说话了 但是呢 这个牌子还是菜市的 和我们前进来听看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里面的这些facility啊 都已经贴上 Not in use这样的标志 让我来稍微的等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会发生 会不会遇到工作人员 在这儿等了小半个小时了 里面也没有看到工作人员 他刚才里面的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呢 还是没有工作人员 所以我决定走掉了 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考场应该确实 这个阶段是被关闭掉的 所以近期如果有报到 这个Temporary Destiny Center的同学呢 可能需要稍微的去改一下你的时间咯 应该官方会很快的 走通知大家这个考场 可是暂时是取消的 最后建议报了临时考场的同学呢 最近去刷一下我们的RMIT 刷一下Victoria University 以及刷一下Voxel 这三个考点的目前都是还在正常进行考试的 所以如果各位同学近期有备考打算的话 一定要刷刷这几个地方的考位哦